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TikTok的总加载量已经超过15亿次,TikTok成为目前为止中国最成功的出海应用。同时,TikTok在海外的商业化进程加快。上个月开始,在美国内侧购物车功能,用户可通过视频链接直接进入到亚马逊店铺。 对于跨境卖家来说,平台竞争越来越激烈,流量越来越贵,而TikTok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获取免费流量的机会,能否把国内抖音的模式成功复制到海外。 今天,我们就来盘点两个可行的短视频带货方案。 TikTok带货方案一,找网红,从YouTube到Instagram,海外网红带货已经是很成熟的商业模式了。 然而TikTok网红,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蓝海,利用海外短视频平台的红利期。 大量国内和国外网红,通过简单的内容,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粉丝。 而这些网红账号,大部分还没有开始商业变现,这正是低成本进入的最佳时期。